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智掌在手掌上将会得到天眼 有很强的直觉能力 靠着超强的直觉能够找到合适的一中人 男人娶了他们将会得到天赋 日子过得很充实 家中财富将会达到万贯之多 喜福临门 二 智掌在印堂处 女人智掌在印堂处也意味着权势和财富大增 印堂主棺材能够促进运势的提升 她们的事业拼搏精神很强 身女强人 能够积极努力奋战 不断开辟事业道路 男人娶了她们 事业上也会顺利发展 财运不断增望 三 智掌在眉毛上 眉毛上有智的女人通常情商高 懂得为人处事 人缘非常的好 这类女人还有自己的主见 做事果断干脆 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 这样的女人能力强过男人 能够在社会中拥有很高地位 男人娶了她们 相当于得到一个闲内助 帮助打理家庭产业 能享清福 很是有福 四 智掌在鼻梁处 女人智掌在鼻梁上 其心善如初 有时候可能说话有点刁钻 但心善得福 常有菩萨在身边保佑 运势平稳 不至于大起大落 男人娶到她们 将会增望及事业运势 工作顺利 个人发展速度飞快 多福多喜 生活中充满了吉祥之气 五 智掌在嘴角边 嘴角有智的女人 说明很有口福 一生痴穿不愁 情商比较高 很会说话 是生活中招人喜欢的那种类型 这类女人的婚姻孕也是非常不错的 婚后非常得丈夫宠爱 和夫家家人的关系也和谐 男人娶到她们 家和万事兴 能沾不少的福气 六 智掌在左眉里 眉毛在命理学中五行熟目 而眉内长智也被誉为是草内藏株 因为智掌在越隐蔽的地方越好 女人左眉内长智为极致 左眉青龙 立浮行 也就是说 女人左眉内长智不仅有利自身的运势和事业发展 而且婚后特别忘夫 对老公的事业帮助很大 有这种志向的女人从小就很有天赋 聪慧过人 脑子灵光 还有谋略 婚前因为她们的存在而家园旺盛 结婚以后更是将这样的好运带到了夫家 能够帮助老公一臂之力 为夫家带来财富 七 智掌在下巴处 下巴在相学中称为地阔 代表一个人的财富和晚年的运势 如果下巴长得好 一般都是好命之人 而女人下巴上长智属于吉兆 欲试其人一生不愁吃喝 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不会因为缺钱滑 通常下巴油脂的女人都拥有一定的动产和不动产 或是长辈留下的 也或是自己赚来的 总之她们天生命里带财 这样的志向的女人婚前就很忘家 能使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结婚以后更是特别忘夫 既能帮助老公打理生意 同时还能为其带来好运 八 智掌在耳朵边上方 耳朵在相学中被称为采听官 我们可以通过耳朵的大小和形状 看一个人的福气和运势 如果耳朵形状长得好 而且耳朵边上方还有智的话 说明此人聪明能干 才华横溢 一生很有福气 有机会遇到贵人 如果女人耳朵边上方有智的话 也是大吉大利的象征 这种志向的女人一般都很有才华 擅长交际 而且非常孝顺 一生的财运也很好 只要有她们在家里的经济状况 就会越来越好 九 智掌在脚后跟 脚后跟上的智通常不容易被看到 如果此处的智颜色红润或者干净 都是福智 女人脚后跟长有这种智的话 遇事其人一生财运很好 非常有福气 小时候就能得到父母长辈的呵护 接受良好的教育 或有智慧和才华 再加上自身运势较好 所以特别忘家 能够为家里带来更多的财富 结婚以后更是对老公帮助很大 不仅在事业中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 还能为其出谋划策 成为老公长工大陆上的重要一环 十 智掌在后左肩 一般来说 女人肩膀后面有智都是极致 尤其是女人左边肩膀后面有智 更是忘家忘夫之命 女人左肩后方有智 通常代表田宅 同时也代表她们长辈缘分深厚 能够得到长辈们的馈赠 比如祖上留下来的房屋 田宅和大笔财产等等 这样智相的女人心肠特别的好 很孝顺 而且一生的运势也不错 是天生的好秘之人 有福气更有财气 小时候就忘家 结婚以后更是对老公的帮助很大 十一 智长在发中 头发中长智是非常隐蔽的 因此也是好的预长 如果女人头发里长智 多数都是富贵之人 一生不愁吃喝 有这种智相的女人多有才华 聪明伶俐 具有大智慧 而且心胸宽广 为人政治善良 积极乐观 也能够拥有好的运气和才气 她们出嫁前就对家里帮承很大 家人会因为她们的支持和帮助 而得到更多 结婚以后更是非常枉夫 在老公的事业方面 给予实质性的支持 她们不仅是好的闲内住 更是老公生意场上的好帮手 十二 智长在耳后 耳朵被称为听财工 在相学上是判断财运 智力和身体状况的重要部位 如果耳朵后面有智 而且颜色鲜亮 那就表示此人财运旺盛 物质条件非常的好 不仅日子过得富裕 而且还有一定的积蓄 动产和不动产都有 这种志向的人聚财能力很强 总能通过各种渠道去赚取钱财 他们本身就是聪明之人 遇到任何困难 都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再加上财云有望 因此很容易获得丰厚的利益 十三 智长在被捕中央 被捕中央有智 一般自己可能看不到 可以通过照镜子 或者找家人求证 这个地方有智 而且颜色鲜亮不暗沉 是富贵制 更是发财制 这种志向的人 大多父母身体健康 儿女孝顺懂事 家庭和睦 而且自身财运非常好 一家人的日子 过得其乐融融 幸福美满 而且他们不管从事哪个行业 都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 此处有智的人 非富即贵 衣食无忧 事业做很大 还能为身边的人 带去福气 十四 智长在胸部 胸部本来也算是私密之处 因此也算是暗制 是吉祥好智 不是能够逢凶化吉 就是升官发财 胸部有智的人 倒不是从小家庭就好 也很少得到父母长辈的助力 大多都是靠自己 中年以后抓住时机 再利用自己的好财运 最终成为富人的 这种志向的人 都属于性情中人 为人仗义真诚 大多能够在商场上 站稳脚跟 利用自己的优势 获得一定的成就 十五 智长在屁股上 臀部上的智 属于典型的隐才智 因为地方十分隐蔽 不易发现 也是极致 是财运亨通的象征 这种志向的人 财运旺 能力强 又有较好的人脉资源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使事业很快发展起来 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日子过得负 臀部有智的人 性格坚毅 为人豪爽 人缘极佳 在事业发展过程中 可以得到外力的支持 促使其财运亨通 生活富足 他们不仅自身财运好 就连家人也跟着 沾光享福不少 当然 志不独论 看面相 肯定不单单就是看一颗志 但一颗志的出现 通常都有它代表的意义 和暗示作用 这也是肯定的事 为什么女人上面这几个地方有志 谁取谁发呢 那是因为 陈 旭 丑 位 本身属土 是木库 一个人要有钱 称得上富有 肯定要有一个库 钱都是可以数得完的 那称不上富 这是陈旭 丑 位 本身的性质之一 而且五行属土 土本身也是主妇 正如金主柜 水主智 物主寿 火主仁义等等 所以如果你再细心一些留意和观察 你会发觉 许多富友人士的老婆 面相或者看得见的地方 都有那么一两颗志 而且以肉质之多 这绝非偶然 这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长出来 没有用的东西 任何东西一旦存在了 都有其意义 这也是另外一个真理和规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